话说我的第一款Sangor Life A2NC,可说是误打误撞的选择,就这样使用了好一段时间,然而不出意外的话,马上就有意外,就在某一天,它从我口袋消失不见,离我远去了。 而没有蓝牙耳机的这段时间,我拿家中比较平价的蓝牙耳机代替,这时才发现巨大的差异,每当我与他人通话时,对方除了我的声音之外,其他环境周遭的声音可听得一清二楚,好像是不错的监听设备哦,等等,但是这不是我要的呀。 于是,开始密寻新耳机,鉴于申请的款项额度有限,那什么样的耳机CP值最好呢? 在这条件下,还是想起曾经使用过的Soundcore Live A2NC,于是进入Soundcore的网站找找,探看有没有低于2000元的选项呢? 经过轮番比较之下,我发现Soundcore Live Note 3i这款耳机蛮符合我的需求,立马下单购买。 经过这段时间实际体验的经验,发现它果然有着不错的通话品质,什么风声环境声,都能有效地滤掉。 另外,透过官方的App界面,耳机还可以选择一个名为通透的模式,这需要双耳都戴上耳机才能使用哦。 这个模式,让现在许多人随时都戴着耳机的状态下,还可与外界保持畅通。 到目前为止,使用上都蛮不错的,分享给你们参考咯。 感谢观看